是谁 我的腰 还好他不去 要不然细分都会被他破坏了 你还敢说 事情都是您惹出来的 你先出去了 我们走了 好了 妈 晚一点 如果你想吃什么的话就打电话给我 我帮你送 好 我知道 幸好我的反应很快 二哥恭喜 恭喜你了 二哥 二哥爸爸 你弟弟啊 请你觉得开心 你 弄过了国家的资格表 这是好事 一定要放冰炮庆祝 你是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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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试诚有约今晚六点半 八频道 你也可以上你我去免费最新卷看 更多试诚有约食品 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你怎么没跟我穿一样的 我每天被你控制到 我已经喘不过气了 真正的爱情 是不需要告诉全世界的 欲桌不见的 我发现我家有一只手表不见了 那我的传家之宝 一定是他拿的啦 什么手镯 什么手表 你怎么跟谁过意不去啊 这是原则问题 我听说你最近跟你环绕一见 只是你妈妈的思想太过落伍了 其实我一直都很欣赏 想不想跳槽到八十八 与此一家 星期一至五 晚上七点半 八点到 你也可以上mewatch 免费随时选择更多 本节目的视频 以上节目是由 Japan technology enhances int question 三神电机三名手机 系统 dra trust by generations 以及 temptation luxing dc 超级品牌 主要赞助 甲状失诱的扁桃消息是一样的 哇 你不要吓我问中问题 常听完甲抗 跟甲减 这两者 有什么区别 甲抗 那意思 它 techend 分辨的技术太多 直到你的心情代血率非常高 那会不会是女性比较容易患上这个甲状腺 是甲状腺病的各种各样甲状腺病的女性居住 常见的药材组而成的食疗竟然对甲状腺疾病有帮助 微微的带人苦 它有点消炎的作用 医疗大小事星期五晚上八点发频道 你也可以上mewatch免费随心选看更多医疗大小事视频 以上节目是有高盖高蛋白吃的MariGo配料牛奶主要赞助 黄金美味黄金标准征服了季牌人的味蕾 合成苏打饼香浓可口酥脆无比 随时随定即可享用再搭配杯咖啡最适合不过 在各大超市及商店均有出售 Win2Time Expo大促销各种款式的冬季服装 以及高质感的旅行配件与行李箱 可享有高达80%折扣 外加早上有游会精力品 别错过就在Win2Time Expo大促销 黑芝麻刚合成最厉害的是什么 帮助我们健康的头发 我特别喜欢那个芝麻的香气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黑霸王来做一些比较有创意的合法 比如说黑芝麻豆浆汤 哎呦 早餐喝上一杯Kinoki蜜子金瓜王五良饮健康升级 跟我一样变成健康宝宝了 这么棒的产品 你还在等什么呢 我会跟着解释吗 这些账网比较不及 我真的觉得那个小姐是 我以前两位那一个 女子之事 不准你们之中任何人 告诉父亲母亲 我希望你能安心住在这里 还不用再担心任何事 你 这个脱油皮 你什么时候才要回去你家 不要走 都已经几天了 我每天都在想你 天生以对 星期六星期天晚上九点 油频到 迷华指将和泰国同步 每周五更新 让你免费抢协观看 想看更多最强CP剧集 想弥华指免费随心先开 这里是上午11点的快860秒 你好 我是琪琪 微生部旗下的技术机构 新联科技表示 没有证据显示 有公共医疗机构的资料外泄 或是内部网络被侵入 病患的访问记录和预约系统 也没有受影响 美国联邦储备局宣布 维持利率不变 这是美联储去年 开始收集货币政策以来 首次的连续两次暂停加息 以色列军方连续抠袭卡萨地带 北部的贾巴利亚难民营 联合国警告 这可能会构成战争罪 另外尾巴冲突爆发了 超过三个星期的时间 连接埃及和卡萨地带的 拉法口岸首次开放 让平民出境 以上是上午11点的快860秒 三个星期应该 不再勇敢 二哥恭喜 恭喜你 二哥 二哥爸爸 你们三个都是大人 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 在做什么 来了 我来坐 你弟弟啊 你弟弟觉得开心 你通过了国家的资格表 这是好事 一定要放冰炮庆祝 你们两个吃过饭了吗 吃饱了 二哥 你们偷偷去吃庆祝大餐呢 这是什么好东西啊 哎呦你真是寂寞 你管他们去吃什么好料呢 你们去吃什么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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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父 我们刚才吃得很开心 你吃得很饱 哦 来 来 吃水果 来来来 啊 二哥 你说 有三间公司通过资格标 好 那你有把握 通过最后的价格标吗 我当然有把握 因为我们公司 带你的检验贴片 检验报告证实 效果是最好的 而且成本也很低 我可以把价钱压低一点 另外两间公司 绝对不是我对手 哈哈 哈哈哈哈 哎 你千万要记得 不要那么有自信 每一件事情 会怎么变化 我们是料想不到的 所以呢 在还没有正式开标之前 自己要注意 你爸爸说的很对 这个时候啊 要特别赏心 千万不要大意哦 爸爸 您提醒的 我都会注意 伯父伯母 你们放心 英凯一直都很用心研究 看标签要压在哪里 比较适合 所以绝对没问题 二哥没问题的 二哥能力这么好 第一次开公司 成绩就这么好 以后这间公司 绝对飞黄腾达赚大钱 二哥 我们大家都对你 非常的有信心 加油 既然二哥这么有信心 可以顺利拿到标案 就表示资金可以周转 那我就放心了 不然厂商 一天到晚摧毁 你压得我快喘不过起来了 不过二哥 无论如何问你的创业 我听你 东君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贷款的部分 我已经尽心打取了解了 如果顺利的话 钱很快就会拨下来 到时候你就不会那么为难了 不是爸 我不会为难 我是怕再付不出款箱给厂商 供应商就不肯出货给我们 我们要怎么做酱油 不过 如果要说为难的人 是丽娟啦 她都摆脱客户 要开现金票 客户的脸都很臭啊 所以丽娟 才是真的受到委屈的人 对不起 是我突历大家 等到我拿到标案之后 鞋很快就会进来 二哥 你不是跟我们说 等你拿到标案的时候 你要马上跟子星求婚 那时候 你可不要忘记咯 对对啊 明天在哪里头标 我也要去 我要去测热闹 你真的很爱测热闹 嗯 其实我 我今天已经向子星求婚了 那子星姐 答应了吗 不不不不 哦 啊 这个是 求婚戒指吗 二哥 你太没有诚意了 求婚的戒指 要是钻石的 钻石 知道吗 子星姐 你对我二哥太好了 真的会宠坏他哦 老婆 这样比起来 我还算不错吧 嗯 我的求婚戒指 至少 有一颗小 碎钻 等一下 我要先解释一下 因为我现在的能力 只能买这一只戒指 可是 我有跟子星保证 如果拿到标案 公司赚大钱以后 我就买一只更大的钻石戒指 送给子星 不用不用 我什么都不要 我要拿着你的信 哦呦 这样好啊 好啊 等你公司赚钱之后呢 就送一颗像肉圆 那么大的 哈哈哈哈 肉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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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星 这个你收下 伯母 你这是 这只戒指 是我婆婆留给我的 我现在把这只戒指 送给我未来的媳妇 也代表我们赵家 对你的用心 妈 我抗议 虽然和韵是最小的 但是 我是你第一个娶进门的媳妇 为什么你没送我 谁叫你们两个 动作那么快 说结婚就结婚 我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你就变成了我的媳妇 哈哈 哈哈哈哈 对啊 其实啊 我那时候才知道啊 原来我们家和韵的行情 有这么好 竟然有个女生 这么急着要嫁给她 对对对对 跟和韵的行情比起来 我还差一级 哎呦 你们很烦 一直捉弄我 平常你最爱捉弄别人 现在捉弄你也是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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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不过 我真的不能收 嗯 紫星姐 我刚才是开玩笑的 你尽管收下 我不会计较 是啊 还是你 觉得不喜欢 不是不是 我不是不喜欢 只是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而且 英凯还有大哥 这个 这个 应该要留给 我来的大嫂 好了 既然她这么懂事 该天 要记得补一颗下 肉圆这么大的钻石 坐坐坐 我刚才说过了 我什么都不要 好 我只要你的心 只要是你亲手送给我的 就不要喝东西 还要珍贵 还要重要 很好啊 紫星 谢谢你也不信心我们银行 你们两个可以这样同心协力 认真努力 我很开心 你看 你自己要加油 爸 你放心 我会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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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耶 紫星姐 叫来我们家 叫来我们家 跟我一起做加油 跟我一样 跟我一样 闪得黑青青 闪得发亮 耶 好了好了 吃水果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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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买咖啡 我要去买咖啡 你要喝吗 好 给我一杯肯鸭好了 哦 好 我现在去买 我现在去买咖啡 我现在去买咖啡 你去买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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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紫星正在决定标价 对啊 爸 帮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你们明天要投标 对 这个时候你要这个人来这里 爸 杨总事长 我跟紫星 英凯都是好朋友 我只是来找他们聊天 我只是在找他们聊天 江大通跟赵英凯现在的抢业 你是江大通的特助 你现在跑来这里说要找你的好朋友 你到底是敌还是隐患 谁知道你是来支援的还是来抢活的 谁知道你是要来陷害 还是要来老跑的 好 好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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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4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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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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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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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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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畅快 我们两兄弟啊 好久没有坐下来 好好喝 畅快啊 对了 小金不是说要来人到哪了 他在路上了 马上就到 可惜啊 英凯啊 在忙标案的事情 别把他一起来 等他有空的时候 我们要补他一餐 不然啊 他会睡睡眠 不过说真的 我们三兄弟 好久没有坐下来好好聊天 我现在大家各往各的 都有各自的问题要解决 要坐下来好好喝一杯轻松一下 我看很困难了 对啊 人生 总是有很多课题要学习 哇 也是有没办法克服的问题 兄弟 人家说喝了酒之后 胆子会变大 这个说法你认同吗 对啊 人家说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不敢跟一轩说 难道也不敢跟我这个兄弟说吗 我一直很想问你 你明明心里面很喜欢宜萱 为什么要因为我妹妹的伤 让你不敢面对这段感情 我看得出来 你跟宜萱心里都有对方 感情跟责任 不是像欠钱 还钱抵债 这么简单的事情 没错 虽然这样做 可能会让小金伤心失望 但是我也很清楚 感情这种事 是没办法免签的 难道 你要因为小金的伤 让宜萱继续难过下去 我只是还在想办法 我在想还有没有圆满的方法 解决这个问题 哎呀小队长 我知道你什么事都想圆满 但是这件事 再拖下去不是办法 你喜欢宜萱 常常出现在他身边 帮他的忙 帮他解决问题 我想 他一定可以猜出你的心意 但你就是不肯表白 你知道 这样对一个女孩子来说 也是一种伤害吗 这是宜萱跟你说的吗 不是 他不说我也看得出来 一个你喜欢的人 站在你面前 却不能跟他在一起 这种心情 我很乐见 信达 好谢你要回来找我 你来了就不要走了 我们是好兄弟 什么话都可以说 我跟你说 你如果不早一点 你宜萱表明你的心意 到时候 你不要怪我 我如果忍不住了 你说的对 我应该跟宜萱坦白 我应该跟他说 我爱他 我想跟他在一起 我承认 自从小金受伤以后 我就一直在逃避 对宜萱的感觉 不过我越不敢面对 我们两个就虔诚的越多 从世上改进来 到遇见上的对决 一直到美式PK大赛 我们两个真的解决了不少的困难 我也觉得对他的感情 越来越深 兄弟 等我跟宜萱 通过非常师父的考验以后 我会把我的感情 全部对宜萱说出来 兄弟 谢谢你提醒我 我见你 漂亮 这才是我认识的赵谢达 好 我敬我最好的兄弟 还有 我最大的兄弟 你没听错 因为 我也喜欢上你去 就因为这样 所以我舍不得 看他这么喜欢你 却傻傻等着你 我也不可能 把你对他做的一切 默默当成是我的功劳 我 周小明 我做不到 我已经对你谈悲了 所以 我们两兄弟 以后就是对手了 我知道感情这种事是没办法控制的 所以我宁愿 跟你来场君子之争 书赢清清楚楚摆在眼前 我输 我会承认 兄弟 你对我坦白 我很高兴 就表示我没有看错 好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彼此竞争 彼此祝福 以后 我们还是要生病 那是当然的 我们一起帮助一轩 渡过这次的难关 我已经有想法了 明天我们一起去找一轩投论 来 我话讲得这么干脆 但是事情到最后 会像仪轩所说的 我们还是一辈子的好朋友 我真的可以 在仪轩心中 得到比信达更好的位置 我也能跟小明一样 欣然接受 祝福信达跟仪轩吗 难道我就要这样认输吗 小金 你来了 对啊 小明 麻烦你了 来 小金 你哥哥我今天心情很好 你要吃什么尽量点 算我的 那么我陪你喝一杯 你也会有什么尽量点 我和你有钱 我和你有爱我了解 你一定是我爱你 我和你有爱我了解 你一定是我爱你 你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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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我了解 你一定是我爱你 你看好节目的不二选择 走出摄影棚 直接攻克港台艺人的电视世界 我觉得我不能否定 全听你说 小人物没有大梦想 最强天团 希望我们来乘一个湖口 你要找的人就是我 哈 包租活要当歌手 大中小三十个 想吃进新加坡的主题美食 老朋友的变三十个 一选爱心天使 用他们的热忱 温暖每一颗鲜 关爱乐灵 医疗大小时 一进行赏思识 了解你身体健康的神奇密码 都在医疗大小时 严选八点 为你严选的生活 娱乐 及持续性节目 星期一至五 完成八点 出发的道理 Bwatch同步观看 嗯 各种木工 正熟 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草材 还在心里在压下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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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哥哥我今天心情很好 你要吃什么尽量点算我的 哥 你心情好 那我陪你喝一杯 你心在这种状况能喝酒吗 今天医生说我复健的情况很好 你们就顺我的意思 让我陪你们一起庆祝 何况医生也没有说我不能喝酒啊 祝周小景早日康复 我爸试一试我爸可以玩一下子 我喝这个碳汁 有时候你可以玩一下子 玩到12斤多 你这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酒 找我了什么事 找你来 当然是找你一起喝酒 好了 好了 最好有 我都还没有跟你一起庆祝 所以 我开一瓶酒 请你喝 俗话说 感情才不散 我好像把我那一半喝完了 那这一半是你的 来 不是我还说你 一个女孩在这里喝酒很危险 我送你回去 怎么会危险 我一点都不怕 而且 我是谁啊 我是潘倩倩 什么麻烦没有遇过 但是 现在你也来了 我就更不用怕了 杨董他对你说的不好 确实饿不客气 也伤了你的自尊心 自信也觉得对你好抱歉 所以我代替他 我现在来说我愿意